演员这份职业给了我很多机会 能让我体验各种人生 体验生命的百转千回 然而真正直面生死是怎样的感受 又是否能坦然以对 即便已过不惑之年 我还是无法很直观地给出问题的答案 直到我遇到了一个男孩 他的故事或许会揭开我们的婚活 我叫周宏敬 是一名篮球记者 同时我也是一名晚期癌症患者 两年前曾有一身断言 我活不过半年 但如今我马上要进行第三次的嗨服手术 一个多月前 我的肿瘤又开始实现了爆发式的增长 肿瘤分泌的激素让我变得越大 鼻子也在变大 面部不准 还伴有严重的低血弹务 但我不相信命 生病后我得到过一次和柯比面对面对话的机会 Imagine meeting a friend of you who get huge disease or get injured what kind of story would you tell him to give him strength and hope to fight with those disease Well I would always say focus on the here and now dominate the second century Dominate the second 住在当下 眼下实实在在在的 交财通 就做动作 三次说的事 我的病 他打扮了我的生活 也影响了我的爱情 他的女工医师四川的嘛 我和他的妈妈到四川去见女工医的父母 他还会乱嫁了 其实去之前的话 他就一直就身体有点不舒服 就说胃疼 父母在外面的时候 我们就带他回应成都做了检查 检查结果显示 在我的腹部长了一个巨大的肿瘤 直径已经达到了16公分 这样的结果让我和我的家人 有些食料危机 总之 先切掉 或许我又能回到正常的生命语道中 就是情况并非我想象的那么简单 敌人说 这个瘤子血沟非常丰富 打开火箱以后他不敢动了 瘤子没拿出来 天塌下来 第一次手术后 我的病情出现了急剧的恶化 我出现了严重的低血糖 一家人带着我辗转求医 却没有医生愿意接受 医生们都说 我活不过半年 就特别绝望吧 特别绝望 都找不到我的心 我又不知道该干什么 绝望 比肿瘤更加凶敏地在我体内蔓延 学当心 是太保希望了 我就跟家里说 我说手术没有成功 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做 然后我又担心 家里的不支持 你们忍住我就哭了 我说你们不要带我走 我的女朋友赵慧 辞掉了工作 和家人一起陪在我身边 平时温柔又体贴的她 成了我最重要的精神制度 有个日子非常非常的长 2015年的12月6号 那过程 2015年的12月6号 被打过去 当时 还是判断 抚摸后肿瘤 恶心 我的肿瘤 从直径16公分 挡到了直径30公分 比起失败的第一次手术 我主要面临的难度 显然要大得多 如果就能再大一天 让我 当时的情况就是 肿瘤和胃已分不开了 切了一部分胃 跟脾胀分不开了 把脾胀也切了 跟结肠分不开了 我们把结肠也切了 肿瘤里边的出血 也很多 就是一边在做 手术 一边在出血 出血大概出了8000 我们一般的肯瘤工作 平均出血 也就是1600 人体一共循环的血 也就3000毫升左右 它相当于 判了三遍血 出后大概第7天的时候 我们病例结果出来了 我们才知道 它是一个 大概是一个 一线线胞细胞 4期的病人 基本上两岸的生存率 就是30%的 我们在北京 泼了好多医院 好多医院 医生给我们的答复 就是说 这个病 没有药 没有对症的药 手术之后 就是出院之后 一个月回来查 就发现 护法 每天都是自己 都是自己扣的 从那种小 赶着城墙 那种钻缝 抠出来的 这个世界 用科比的话来说 我能接受失败 但是我绝对 不会接受放弃 一个刚刚 死里逃生的战士 怎么能够 轻言放弃呢 每一种方法 我都要尝试 所有的可能 都要尝试 我的病例 越来越厚 每一页 不是有战斗的疾病 两年后的顺境赛场 肿瘤 再次拿到了赛点 骤然变黑的肤色 和卷肚重来的鸡血糖 让我意识到 我又走到了 生死存亡的关头 2017年的10月 我再次见到了罗主任 实际上我是很突然 我没想到他还活着 导管方块朝上的 当然我会这样 经常因为流体 一下子 膀胱这边 现在已经 有十多公分里 肝上没有累 左下腹 右下腹有两个 这边有六天前 左上后面有 还有散落在 鼓腔里的一些小 主要是因为 它有肝脏的肿瘤 觉得 腹腔的肿瘤 我们怎么切 它也切不干净 陆克对手术的肿瘤 可是我没办法 就因为血脏的肿瘤 就看了 肝脏的肿瘤 肝脏的肿瘤 除此之外没有办法 他至少说还给你留了一条 这么一个 落影落线的陆克走 那你就义无反过地踏上了 不要去多想 这次手术我提出是瞒着招会的 我不想他再为我分心 不想他再为我牵挂 爸爸也选择瞒着妈妈 我们父子俩一如两年间的 每一次战斗 并肩上阵 然而 这一次手术 难度和障碍 确实让人措手不及的 因为它这个粒子手术 八月的方法 现在刚十一月 刚刚三个月 现在做手术的话 这个粒子的方式很强 这个粒子它是 就是说 你没到半年的话 第一个 它从你没放 就担心去活 对 所以说现在的话 这个手术的话 我主的意思是这样吧 是这样吧 那如果得三个月 我想 这个时候再手术的机会就没有了 植入到我体内的放射性粒子 会辐射 杀伤它周围的肿瘤 但是 现在流体过大 粒子已经很难 抑制肿瘤的生长了 必须通过外科手术 才能为我争取更多的 治疗时间和机会 可是 我最近一次植入的粒子 还有近三个月时间 才能衰变到 可以忽略的放射性强度 不能随意丢弃 要手术 就得先解决 放射粒子 回收的问题 我现在这个体重 你知道从我上上之后 两个礼拜上 你知道什么 找了那 找了一个关系 体育堂频率也越来越高 这也对我来说 是你的危险 如果真的不能再等下礼拜的话 你知道 在双休日一过 我放假 医生放假 肿瘤 一天又一天过去 但仍然没有进展 生命 虚眼之人的闪大门 仿佛在慢慢地关上 爸爸 日益严肃 他不甘心 尽管他平时 不苟言笑 但此处他必须在为我 穿着那一片 只有一线希望的天空 其实 从小我就知道 父亲是个坚毅 且又担当的男子汉 这两年里 他陪着我奔波了 三四座城市 进十家医院 二十多次住院 一百多张火车票 在病房里度过的三四百个日恋 这些所有数字 都是父亲 对我那如山一般深沉的爱 可惜 我以前并没有意识到 我们以前的沟通 也止于几句简单的问候 止于一些很简单的眼神 心里有压力也好 没有压力也好 本身我这个人 就是一个门口 其实爸爸呢 还是多少会认为 我这人深性顽劣 觉得我不太理解 但是说怎么都不理解呢 我是一个内心世界 很相对细腻和丰富的人 但是羞于 也不轻易于轻易表 手术的时间一推再推 让爱情的谎言也逐渐瓦解 只要会发现了我异常的状态 我只要这个烦 我就故意递死他 其实我会想到烦 连着几天没有视频的话 那我觉得可能他会有一些 就是有些消息 他不想告诉我 时间对我来说 怎么就那么迫切 真的就觉得头疼 就耐心 积极的 我最意外的感谢 我看着这个 请您前往咖啡厅二楼 周红敬的 出品 刚才等我 他有更多 故事 周大哥你好 你好 我是风雷 但是我刚才看了 那一段小视频 我感觉就是 儿子对你 儿子是非常聪明 然后很乐观的 一个好孩子 然后你 你跟他好像 并没有那种 特别 特别直接的 那么交流 跟我交流 交流不上几句的话 两个人说不定就能对去 曾经捐款给姚基金 他只告诉我捐款 捐多少 一开始他没说 还有一些方面的细节 他都没跟我说 他捐了款以后 他写了个信 给姚基金 因为姚明是中国人 是中国人说的那个代言人 今年的姚基金十三赛 是以中国人说冠名的 他其实那个要求 他说 病人们在我的时间当中 我父亲一直跟着我 他再说他是个病人 要随同 我们在这种情况下 我和洪敬一起到了香港 见到了姚明 就个儿大 个儿大 但是说老实话 正因为他的个子大 站在他的命迹 去取实实 不是说他个子大 去取实实 能给他一个独无和力 那十年的一路走来 因为有像两位周先生一样的 人士一直在过程的帮助 支持我们基地舞 我们是很睿智 对 很睿智的一个人 那洪敬的手术 现在进程到底怎么样 这次手术 我怎么也没想到 会有这么个波折 虽然风险很大 罗主任还是有信息 还是有这个信息 能把这个手术做下来 但这些问题就卡在这个 这个例子上面了 经过医院领导和医疗的主管部门 沟通 以及和政府部门协调 同一数例子回收 得到了扩散的卷据 礼拜五 放手术 其实对于你见得 根据这个程度 其实这个手术 没有什么 这是能解决一个症状 现在这样 切了吧 切了吧 至少能给我 给我一个 传心真心 我说我就是从机场过来的话 你就别管我了 对了 对了 请等我 好吧拜拜 她本来不想让我来的 想起来还是我静止的 放心 她的肿瘤分布 一个是下腹部有一大块 左侧抚摸后 在肾脏旁边 右侧抚摸后 也有在肾脏旁边 还有肿管中间 分散着整个腹部 这次老师的话 如果要把这些肿瘤 要切掉的话 那可能整个腹部下 算比较翻译的 每一个病状 在分离切水的过程 都难度极大 我们如果说 把肿瘤里边的 同时力指取出来 近距离的接触 是不安全的 我们要做严格的 专业的存放 和医护人的防护 这个病人是一个 27岁的一个青年男性 主因腺抛细胞癌 出后不发入院的 然后这次是一个 估计手术 主要是处理 盆腔的一个大瘤子 这次开始了 我们首先要切除 以手术时间最短的 同一视率 以及肿瘤主持 组这点 那差不来 我们打开肚子以后 整个脚肠 大肠 全粘成一个大瘤 没有一个地方 肠管是有力的 方面倒是 所以我们先把 腹壁这个病灶 切掉了 接着就处理 右下腹的病灶 这个右下腹的病灶 和回肠 生结肠 是紧密的 粘粘 平放在一起 为了完整的切除 必须要切除一段 结肠 切除一段 小肠 来 干啥点 来 点呼 我不是说觉得 这方面是压力 给他不怎么样 我觉得在你手上 不管怎么样 我都认 这方面是压力 我不交给他 他不会把命还给我 等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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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快走 差点来 给他点来 转转这边 转转这边 把我们的肌肉表面 把这个肌肉分下来 这个肌肉分下来 会有比较明显的肾虚 不用 就这样 那么 切完了右上腹的病灶 我们再处理 左上腹的病灶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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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了 行 是吧 转这就直接 然后呢 最小的 也给他切掉 然后 弄个赞米藏管 回上包口 行 切 来 转这就三个包口了 对 是 手术学生的医生告知当中 他说 估计是八个小时 爱情说是在下午五六点钟 这个时间 我心里多多少少有点着急 那 对 多多少少有点开心 跟医生说的这个时间点 已经快要去进来 应该是 应该是 一会别的别拉多了 15个 最后我们强的是流转 强的流体比较大 我们强的主要的处境 很专心在一起 如果说原生在 强的破裂 应该是很难制作的 中途近的家属在吗 来手术做完了 我给你讲讲 小肠因为粘成一大饼 而且中间有肿瘤 像这种大的都没了 肝肚子里边没法再动了 回去以后 可能还有好多问题 比如必发症的几率也很高 尤其是肠子的几乎 最担心的还 还是肠肉 那如果这个小肠丸不好弄 那带来的就是 严重的腹腔感染 最后可能危险是衰竭 好 他觉得痰比较多 嗯 是不是给他 你传到传到 嗯 哈哈 你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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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 你传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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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婚的时候 别人会问 不论生老或者病死 你愿意吗 我们没有 别人问我们 但我们是这样在做的 好 你传到 你传到 说到 变成了吗 我大概知道了 怎么样 啊 还挺好的 特别好 而且在 文娱叔叔先知道 明明 随医生跟 我合了消息了 但医生说 你手术前 占息了 还要 为什么 我那还记得 有你在 你庇护着我 真的 不要留言 我才不会留言 1 2 3 可以吗 嗯 好 那我要做 你很难吃 你很难吃 你要喝我水 谢谢 你再要水 好呀 好呀 把我的话提起来吧 你把我吃吧 嗯 不知道这样的生日 我还能在一起陪她过多少个 相信我们会一直并肩 战斗到比赛中场 黄剑 崇雷 黄老师 黄老师 手术以后恢复一段很一样 一切顺利的话 截后就能够尽快的 对 嗯 我 我来呢 是 就是咱们生命领悟的阳光使者 那看来有没有什么 我能帮上 你来 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 阳光照进病床 嗯 照进胸肠 照进心灵的一个礼 真正感到荣幸的是我 就是我真是亲眼见了 在经历大事件以后的 这个亲情 爱情 所以说 我觉得 一是家人 二是 这边的医生 我希望 啊 咱们的一个更加 正式 端庄的一个 这么一个 形式 给她们也 献上一份 祝福 献上一份 倒一身血 然后女朋友这边的话 我想你她能见到你 她也很开心 我很激动 一定帮你了 是不是 行 我觉得目前 先感谢这三个人吧 一个代表 一个身边的一个医生 一个 长辈 一个父亲 彭老师 我们现在希望 咱们能不能去找一下 我的主管大夫 增加神异的 完成咱们第一个心愿 好 辛苦辛苦你了 不辛苦 我今天呢 给您这份礼物 我是跟我女朋友一起 做的 这是 小学 啊 竖手 你都知道我喜欢这个 哈哈哈 主要是 你自己的意志 感动 如果是患成一般的病人 如果病人自己可放弃的话 可能作为医生的 提出治疗班的动力和勇气 肯定是不够 站起来吧 好的 别嫌弃我白大怪 就等着你出院这一天 我第一次觉得竹克令这个东西是那么贴心的暖人 哈哈哈哈 那我们回去 嗯 我有一个小小请求 能不能帮个忙 就是因为我也感受到 我这辈子活四十多年了 甚至都没跟我爸有过任何一个拥抱 一直想 没有实施过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可能 先说了吧 去年冬天在另外一家医院 那天爸爸家有急事 下午买火热票连夜回去 但是我患病以来 第一次说在医院的时候 说爸爸没有在 我记得那天晚上爸爸背包 从病房离开的时候 我也跟爸爸这样抱了 也很结实 才明白 这么一个平常看上去 很平息为常的人在你身边 他那晚不在了 心里还是会有一些畅人和落空的 那个落空在 抱完之后 转身那个瞬间就 一下子就更强烈了 我作为一个儿子 我有这种感受 我很能理解你现在 我们俩跟我见着一样 真的 和爸爸抱的很少 抱过他 但是抱的很少 爸爸抱在墙包的时候才被抱 那一瞬间 两个人的眼泪夺眶而出 不光是他们 我也有那个明确的感受 触动人心的那种感受 是作为父亲和作为儿子 平时很难很难得能碰到的 洪俊 这样啊 你先休息 我呢 现在就是出去做一个准备 明天我过来接你 你先好好休息 攒好体力 好 那这样 谢谢 谢谢 喝 我刚刚见到这个洪俊来了 他给你准备了一个礼物吧 我这边也就是想给洪俊准备一个礼物 什么礼物呢 哎 准备好了洪俊 行 那我那边准备好了 那咱们出发呗 好吧 你四个轮椅上 节省点体能 咱们出发啦 这都是你们俩的照片啊 嗯 这都是你们俩的照片啊 这都没什么 还挺胖的 我看看 那个 哎呦 哎呦 哈哈哈哈哈哈 你怎么在啊 精细吧 代表旁人们 还有作为旁人们 来看看你 这是我大哥大哥 他是非常年轻的记者 而且做得非常好 然后我们回到了篮球场上 对吧 我们用这种方式宣告 咱们詹石周的这个王者归来 我还今天给你带了个礼品 来 来给你播一播 好吧 宏敬 新年好 相信您的品质没办法 早日健身比我们非常牵连 早点飞来与我们家人牌去 希望你在2018年 有一个好开始 希望你在这手术能够尽早的恢复 希望你赶紧好起来 新年里咱们能继续共同加油 塞到全家 祝你甚至早日看法 宏敬加油 宏敬加油 加油 加油 宏敬加油 加油 耶 大门 心神感动 我觉得 大家给着我未来一条方向 最少说那道阳光 从门凤里就照进来了 那道大门又重新地开开 我觉得 我放松开心 现在还有一个小太阳光 刚才已经在 我们感觉发现了 下有反光 太阳都来了 跟他说的我想站起来说吧 从生病至今 我觉得自己的心里有过曾经有很多波澜 比如说我们最好的年纪相识 却没有给你一个相对在那个年龄所应该带来的一份安定 以及幸福 所给你带来却是你那个年龄所不应该承担的奔波以及劳苦 但是呢 没有什么是 是说设定好的 最好的年龄和时光 我们眼下就是最好的 明天会发生什么 那交给明天来做决定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 我 好好珍重你 我们彼此相互珍重 我相信 未来还会有更多海量的照片 等着我们去拍 照片是我选的 我看经常会翻我们的照片 翻你写着我的信 然后每张照片翻到的时候都会去想 当时我们是在什么地点 什么时间 在做着什么样的事情 我希望以后我们会留下更多这样的照片 然后把照片里的故事 交给我们的孩子 好的 把我眼泪擦 你帮我分 先坐着吧 这个交交话 说了点了 我打断一下 那个我呢 也想送给你一个小礼物 小惊喜吧 就是尽我所能 不是喜欢篮球吗 我就帮你组织一场篮球比赛 要不想看看 好吧 我们队友呢 我们有一外援 强力外援 来了 对 就是这个 你自我介绍一下 你好 这是我的吧 对 是您的衣服 您好 我叫蔡征 您好 很高兴见过你 对了 我们那个对手呢 我知道他 花式篮球江山 认识了 你跟黄山团是朋友 对 黄山团跟我介绍过您很多的 对 他这张团队跟您过来 好 这张团队 张团队 他给他弄 我们都职业家团队 这比赛 抗您了 放好 抗您了 这个比赛 是因为 所以球呢 应该有我们的主人公发 好不好 我们要给谁 你想让 哪个人就先发球 我就直接针了吧 比赛开始啊 正式开始 放手 哎呀 好球 你要这么打 我摸不着球了 往哪走 哇 哇 哈哈 哈哈 丢不起这脸呢 没没没 哇 你皮太远了算吗 太远了你呢 啊 啊 啊 太棒了你们 输了 太棒 太棒了 太棒了 哇 啊 啊 这个太给我惊喜了 没想到 就想让红镜看到我穿婚纱的样子 漂亮吗 嗯 嗯 嗯 等我好了 还会有这样的机会让你穿这样的衣服的 嗯 一定会 嗯 我爱你 我爱爱你 啊 第一次鼓励吧 让她放心 我会一直陪着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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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照会最漂亮 两天的 两天里 洪锦用她的行动深深的感染了 她始终像一个勇士 战斗在赛场上 也许 结果充满了不确定情 但她勇往直前 不问过往 不问明天 就如同她做的 她说的 脚踩一方土 做好眼下此刻的事 世光残酷 我们能做的 只有珍惜当下的爱和美好 这就是什么令吉予我们的最好的礼物 相信 带着爱和这份美好 空间会走得更多 没关系 这就基本问题不大了 先回去 这就 真是 我给你表达有效 感谢你 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